大家看啊 这个辽城市 这个楼房 下边好多这种小 门店 这要在北京都给归纳为 开枪打洞 您看看 全部都在这个居民楼下边啊 北京以前也有 后来整治的时候给关了 您看那个辽城多多 特别多啊 全是这样的 它不像底商 它这个全都是在居民楼下边 一个个小门店 大家看一下辽城这边的菜价啊 黄豆豹牛肉 38一份 民谷丰腾 28一份 你看 藕片16一份 家长鸡 毛血旺48 千章16 酸豆角 炒肉末 28一份 金酱肉 38 紫园羊肉 48 价格都不贵 你看 蒜仔 烧土鸡 38一份 风干带鱼 28一份 鱼香肉 48一份 您看 这边的菜价贵吗 我觉得菜价还可以 整个环境也挺好的 非常 挺干净的 而且店面也不小 一个店里面就我们四口人 这是卤菜 吃一个卤菜系 我们点了四个菜 还送了一盘花生米 给我儿子他们两个理了个发 今天这两个双胞胎穿的衣服不一样 昨天买衣服的时候 我们家老二穿的那个红色的 跟他爸爸穿的是一样的 最小号他能穿 我们家这个老大比较瘦 最小号他都穿不了 我们四个人点了四个菜 还送了一盘花生米 这是一个老汤豆腐 这个老板说是自己家做的豆腐 这是冻豆腐 冻豆腐 这不是面筋 这是冻豆腐 好大一盆呀 这边的菜就是特别的实惠 都是满满的一大盆 这是那个蒸野菜 面条菜上来了 山东色色的 用面稍微蒸一下 比较清口 现在 上了三个菜了 看看 每一盘量都不小 超大量 这是一个小炒豆芽 还有窝头 那个是一个野菜 那野菜蘸蒜汁吃 面条菜 挺好吃的一个菜 这是一个金酱肉丝 看着这个金酱肉丝 不是那个卷豆皮 是卷那个薄饼 和那个烤鸭饼 它们的一个薄饼 我们今天在这吃的 就是这个店 土菜馆 这应该是当地的特色菜 老板说都是卤菜 里边的那个野菜 特别受欢迎 大家看啊 辽城这些 就是楼房下边 也有好多这种的小店 非常的有生活气息啊 路边上也停了好多车 但是我纳闷 这车一辆堵着一辆 怎么停上去的呢 山东辽城 这两年变化挺大的 街道比前些年 要干净整洁一些了 以前我记得火车站那边 还有就是那种摩迪 拉克的三轮车之类的 这两年都看不到了 听朋友们说 辽城的房价也挺高的 但是它这边的工资 普遍不是很高 你看刚才在饭店吃饭的时候 那些菜给的量都挺大 山东人啊 实在 整个街道看起来非常的接地气 充满了生活气息 那好了 这个视频就带大家看看 疗城 咱们下个视频见吧 感谢观看